大家好,我是PakarSup 今次就講一下腰帶 前面這幾條我都用過 左邊這條是LBT的Rigger Spell 這條是Alonso Defense Group的仔 Grantham的那條 現在已經改了名字 這條是不死了的H150 這條是Wolon狼人的Sanshi 我用它們的次序是左至右 這條帶之前還有一條 一開始打我的遊戲就買了幾十元的很厚的Wall Belt 那些Wall Belt那時候就貪方便 因為那些東西都上去 整條Ball上身就可以了 但是那些Wall Belt也是 用重的東西就會墜落 而且有時候動作會左右動作 因為那時候有些口Ball還未出現 有PakarSup 還有沒有外內Ball發射過 那條Wall Belt應該是八年前的 然後途中我停了Wall Game 大概四、五年前再玩 那時候就想找一條好一點的腰帶 然後那時候我的朋友就介紹用這條 這條雖然不是Wall Belt 它就說可以利用這些褲和褲之間 譬如你這兩個Loop 中間是否有位置 譬如你那位置裝上包包在中間的話 其實某程度上它可以幫你間住它們 其實它們都不動的 而且就輕盈一點 因為這條包包本身已經穿在褲上 上到長就純粹要解架一條腰帶 就上幾個包包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想裝上兩個麥克風 一個燈包包和一個Hoster 因為之後開始喜歡1911 後來都做了一支鋼 很脆和很重 變成這條帶軟 就變成我右邊的繩都很脆 所以之後就開始找一條比較硬正的帶 因為你看這條純粹是Wrapping做的帶 這條是1.75吋寬的 這條是1.5吋寬的帶軟 但是它是比較硬的帶軟 所以它上了身之後 我之前放了一支鋼的1911 K卡的東西上去 它都可以穩定上去 不過它唯一是 因為這隻鋼的位置不好 就是它有時間不中 你剛好在中間的話 就變成要緊的頭 或是鬆一點 就沒有了剛剛好完美 這條帶軟 都用得多 後來打一下 我就開始放棄 這個SYAM 就純粹帶兩個MACPile就算了 後來再看 就留意到這條H150 這條H150 其實它都很硬的 但它就沒有這條Alasso那麼硬 但它就肯定比LBT硬 但它裡面就 我覺得就不是膠 沒有膠的硬性 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條帶軟 純粹帶兩個MACPile就非常舒服 和它也是我之前說的 就是這些帶性的調整 就可以比較完美 但這條帶 它就一定要用兩吋褲 一定要用所有Combat Pan 普通的牛仔褲就有點難入 因為它有幾個位置 你會看到它有點波浪型 它有幾個位置 是闊過兩吋少少少的 所以就算有普通的Combat Pan 都是有點難入 不過這條很舒服 這條也算輕的 之後 我又再玩重 即是不回頭 玩重 就上兩個Map Pulse Dump Pulse 和Holster 但我之後就放棄了一支鋼 純粹用一支馬技的M4MA1 但它也不算太輕 因為我加上電筒 其實它也算重 但當然沒有降到191 所以那時候 我再用這條Bel 後來 開始懶 就不太想 下下上裝 下裝 因為很麻煩 因為一到 玩遊戲場 都快要上裝 你還要脫腰帶 還要慢慢上兩個Pulse Dump Pulse 和Holster 所以之後就開始找一些方便些 也是比較小的Bel 所以就開始留意內外Bel設置的腰帶 除了這條Roland 我亦都有看過Eagle那條 Greygo Scare 和XJS GI 那條 後來我選擇這條的原因 因為它Sensure的配色是黑色加MC 因為我最近的配件是黑MC加MC的配件 所以這條腰帶比較適合我 所以我選擇這條腰帶 這條腰帶還有內Bel 內Bel 你看它是無面的魔術貼 這條腰帶就照常上自己的褲子 外面這條腰帶 後面就是有刺的魔術貼 到時你一去到 就整條帶 就貼在自己的褲外圍 它就很穩妥了 加上前面有Cobar Coat Cobar Coat 旁邊就有D-Wing D-Wing 我相信我們應該用不到 D-Wing 但它裡面的內Bel是兩吋的 所以都是只可以用到Comfait Pants 但你可以買另一條 買一條1.5吋的來用都OK 在這裏我講這條Bel 二條Bel是1.75吋 但它中間這裏不是一吋 所以如果你想Moly 是有點不上不下的 例如Moly的中間 中間這個 其實是闊過中間這個位置 所以你穿的時候 會叫進去這兩邊 其實就不算太穩妥了 我現在上這些 這個Holster就不算 它直穿了 然後這個Dumb Pulse 就是T-Rest Arm T-Rest Arm 它純粹是一個魔術貼 覆著下去 所以都不構成上的問題 然後這個就是G Code G Code 這條Moly Clip 它的兩吋位 就有一個導扣位 就讓你停一停 當然這條1.75吋 所以會見到少少走動 但都可以接受 那這隻呢 就是Aztec的Pistol Pulse 我後面就 本身用那條WT Fix Strap來上的 但後來搞不定 所以我現在純粹用這些Manus Clip 就放進去 就靠這個導扣位置頂住 它就更穩妥了 所以如果上這些 最好的Pulse 就是用這些Manus Clip 的東西 如果不是 用回全的Moly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難上的 那我現在在這邊嘗試 最快要再試一次 那正常呢 就應該這個穿下去之後 這條帶塞在後面 穿上來再下去 這裡就是了 剛才你見到 我剛才說中間 因為不夠穿 所以變成中間的Moly 上到這裡 要撬完這塊Webbing 才可以下去 所以變成上Moly 這條帶就比較麻煩 但它真的 唯一方便就是 這條帶放杯浪 這條帶已經上了褲 到時一上機就直接黏下去 所以這條帶來講 哪個最好呢 當然是我覺得這條 一來現在正在用 二來就是 它上了方便 就這樣黏上去 至於第二條就是 阿Lonso這條 因為它都是硬的 可以裝得更重的東西 和1.5吋 就變了很多幅度 很穿得下 至於這兩條 我想我會覺得 不死了這條比較好 因為它這個支援 它包著魚 就可以包得更緊 和舒服程度比LBT 再說多一點 這個收帶 的方法 我覺得比LBT 更好 因為這條褲子上 之後 你一拉 其實就可以收緊 就可以收得很緊 而至於LBT 你拉完之後 拉完貼放 其實它的位置 不會鎖死了 有少許位子走斬 這個就去不了 按緊 這款Bel 剛才說過 除了Wallen 也有Eagle HSGI 和Grey Gold's Gear 如果你說價錢 Grey Gold's Gear最便宜 如果你說 品牌的聲譽 我應該是Eagle 比較少 至於 High Speed Gear 那條 其實我覺得比這條更貴 不如買這條 留意Eagle 那條 有些網站買 就不跟內Bel 所以都看回這條內Bel 如果這條不跟內Bel 買完的話 它從這條 就不相差太遠的 好了 這就很快分享一下 我所用過的Seroberra